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我们今天呢 再次请到了 舞蹈健身达人Andrea Lin 来到我们节目中 那么今天呢 你就是除了 就是说跟我们再次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 Hot Extreme Program呢 这个可以教给大家 这个舞蹈的这种 健身的一些课程之外呢 其实呢 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 吃的方面的一些 好的一些健身的方式 让你怎么样保持美好的身材 有什么样子 因为其实吃很重要的 可是我可不想要 太牺牲我自己啊 我明白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有什么好点子吗 对我来说呢 我有三个东西我不吃 是吗 No dairy 奶类的我不吃 然后starch 就是有淀粉类的 我也不吃 然后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油炸的 我绝对不吃 油炸的这我可以了解 那么为什么 那个淀粉类我也可以了解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淀粉啊 你要吃的话 也要吃这种所谓的complex complex carbon hydrate 对对的会比较好 像白米 白米对身体 也没有太大的营养价值 吃了对身体来说是个负担 你可以吃brown rice 对 brown rice是糙米 糙米或者是黑米啊 或者是不要是白色的那个米 没错 有好多种 你自己挑 对 然后那个面粉类的 面粉特别容易让你胖 像很多人有这个cellulite 这个橘皮组织 不管是女生 不管是胖还是瘦 都有 都会有 所以这个cellulite跟这个橘皮组织 跟那个胖瘦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这些东西呢 是因为像尤其是你淀粉吃太多 然后它反而会在皮肤的底层 结基在那边 累积在那边 所以对身体来说的话 如果你吃的东西 很是酸性食物比较多的话 它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分解掉 所以 所以我通常都会一个礼拜 不是每天喝的话 就是每两天喝一次这个麦草汁 麦草汁 麦草汁 对 然后麦草汁本身是比较良性的 所以我都跟着这个姜汁一起 打在一起吗 对 打在一起 或者是跟红萝卜汁 或者是跟其他比较甜的一起喝 要不然的话 这个麦草汁对有些人胃寒的人呢 可能会太强 可是这些这个麦草汁 是相当相当相当碱性的一个食物 所以当你身体在吸收它的时候呢 它能够散发到我们皮肤底层 然后把这些一些particle 就是一些比较hard to digest tissues 分子 能够把它从皮肤底层带出来 然后从身体排出去 排出去 所以很多有人举皮组织这问题的人呢 不管是瘦还是胖 或者是跟从年龄层 都可以用麦草汁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我今天马上马上回去去买这个麦草 回来打 自己打是不是 我觉得我都是去Jamba Juice 或者是Juicy Lab去买 自己打呢很困难 因为它是草 所以你要Juice的话 你要用特别特别的方式 这里面最好也不要加糖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它里面都没加糖 会不会很难喝啊 它又炒耶 很多人觉得 很多人觉得不好喝 可是有些人觉得很好喝 我一开始觉得很好喝 我现在 多久你要喝一次 你觉得是最有用的 老实说如果两个礼拜你完全不吃淀粉 完全不吃奶类 奶类包括起司 牛奶这些东西 然后你也完全没有吃油炸的东西的话 再加上每天喝四个盎司的麦草汁 麦草汁两个礼拜你绝对可以看到效果 真的 真的 我试过 我之前发现自己油我也吓了一跳 哇 麦草汁有这么多神效不晓得 OK 那我真的要回去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GP组织是很多女孩子很烦恼的问题 因为不是真的不是胖或瘦 你不是问你减肥减多少就可以把它去除掉 我以前有啊 我很明白 可是你是你运动量这么大的人都会有 都会有 都会有 所以是我那时候才发现这个我可以很fit很怎么样 可是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吓一跳这是什么东西 神效 然后我就去research我就去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不是脂肪 这个是一种很难有一个特别名称 很难去身体能难化排解的一个分子 所以一定要让身体有diet去把碱性 把这个酸性的一个分子带出去 太好了 所以今天这个点子相当的不错 不管是胖或是瘦的女孩子 我相信都可以受益得到 非常谢谢安静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我真的马上我等一下就去jump a juice报道 你帮她做广告 没关系 我帮你检查她到底有没有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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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